字幕——YK 哈囉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歐拉 好本集來深入介紹第五人格新的監管者 洪夫人這個角色 洪夫人的出行可以有官方的說法推測出 應該就是瑪莉安托娃內特 不過大家熟悉的名字 應該就是瑪莉皇臘 她是法國歷史上最知名、最傳奇的皇后 有著美麗的容貌和過著奢華糜爛的生活 為什麼說她非常有可能是瑪麗皇后咧? 就來先看官方的說明 誰會像這樣一位嬌俏可人的提起麵包 這麼煞風景的東西呢? 她從出生起就環繞在鮮花、珠寶與華服之間 追求著時尚與美麗 出生於氣氛輕鬆的皇室家庭 使她帶有不恰當的天真無邪 以至於上了斷頭台 還在苦惱著被行刑官剪斷的長髮 面朝下凝視著水盆中的倒影 她看著自己的裙子 逐漸變成了紅色 這就是紅夫人記憶中最後的景象了 有句話各位應該聽過吧? 何不食肉迷,出自於禁會帝 然而瑪麗皇后說的版本是這樣的 有一天大神告知瑪麗天下慌亂 百姓無麵包餓死 瑪麗皇后說 讓他們吃布利歐好了 布利歐是一種法國甜點又稱甜麵包 不過也有人翻譯成蛋糕 總之她講話跟禁會帝是一樣的概念 這也是為什麼第五官方會提到 麵包這個關鍵字 不過歷史上瑪麗沒有說過這句話 是後人將憤慨宣洩在這位熱衷於打扮的皇后身上 這句話的起源可能是農民的編造 藉此諷刺國王與貴族的貪婪與殘暴 如果我想更來解瑪麗皇后 推薦大家可以看看 《凡爾賽拜見女》這部電影 好了,我們來講一下瑪麗皇后的生品 18世紀初期 法國正處於太陽王路易十四的統治下 而18世紀末的法國將迎來一場大革命 什麼大革命呢?就是你跟我們都知道的 法國大革命 路易十六統治期一開始前途光明 被稱作值得期待的路易 這位年輕的國王深受歡迎 她誠懇而又善良 她不知道幾年後人民會稱她為最後的路易 因為法國大革命 為了與神聖羅馬帝國結盟 她迎娶了奧地利的公主 瑪麗安托瓦內特 就是後來的瑪麗皇后 巴黎人民對年輕的皇后熱情又崇拜 她受到人民熱烈的歡迎 有人敲敲告訴她說 突然 這裡成千上萬的人 將視您為夢中情人 意味著馬力皇后應該是相貌的初衷 這場婚姻到底要說信還是不信呢? 路易十六性格懦弱 優柔寡斷 反應慈敦 但同時又十分溫柔善良 寬厚仁慈 也就是說她其實不適合統治一個國家 因為我覺得這種個性通常都是 到最後應該是蠻悲慘的 然而瑪麗安托瓦內特就是瑪麗皇后 那時候正值鬥寇年華 喜歡的是狂歡、時裝、舞蹈、音樂、藝術 所以一些享樂、一些活動 大概都是參與的蠻透徹的 同時她也跟一般少女一樣 有一份對感情的渴望 即便如此 這場婚姻從頭到尾都是非常和睦的 夫婦間並沒有辦法過什麼激烈的衝突 而且當時法國對這位最美麗的奧地利公主 表示了最大程度的熱情和歡迎 不過好景不長 接下來的十三年裡面 大家覺得這位王后 過得太過於糜爛奢華了 不食人間煙火 引發民眾的反彈 後來把它稱為奧地利惡女 1780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六 發生在宮廷的一起神秘事件 此時將瑪麗皇后捲入 本來就受到各種小道消息 玷污的王后的聲譽 在這件事件中被徹底摧毀 什麼事件就是項鍊事件 有人暗示王后參與了詐欺王室珠寶醬 一款非常昂貴的鑽石項鍊的犯罪 這件事情是眾多導致法國民眾 對君主制好感幻滅的歷史事件之一 與其他的原由在一起 對君主制的不滿 在法國大革命中達到最頂峰 瑪麗皇后的名望由此滑落到谷底 大革命發生之後 她被稱為赤字夫人 我覺得赤字夫人 是不是就是紅夫人的意思 也許紅夫人的名字就是這樣來的 大革命爆發之後 1792年9月21日 路易十六被廢 法國宣布廢除君主制 王室遭拘留於聖殿塔內 瑪麗皇后被控犯有叛國罪 路易十六處決9個月後 及1793年10月16日 被交付給革命法庭審判 判處死刑 魂斷斷頭殘 這邊官方也有講到斷頭殘的關鍵字 其實法國當時 早在路易十四財政就已經非常危險了 尤其是他創建的凡爾賽 光是收集藝術品 就不知道耗取多少錢財 再加上貴族的私心 又不斷壓榨民間的財富 人民早就已經怨聲四起 只是畢竟當時法國是表面瘋狂 所以不至於產生嚴重的暴動 都是敢怒不敢言 到了路易十五參加七年戰爭 以及法澳戰爭之後 國庫更是彈劍兩絕 再加上路易十六出兵美國獨立戰爭 因為軟弱無能 而將激進與保守政策招令細改 法國的局在累累和政治的亂象都是源於此 所以很多人把瑪麗稱為赤字皇后 因為花了太多的錢 但是仔細想一想 一個女人能把國庫畫光光嗎? 這到底是怎麼樣的消費能力才能辦到? 事實上應該是瑪麗皇后被消費 而不是消費太多東西才對吧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呢 瑪麗皇后在登上斷頭台發生一個小插曲 上斷頭台的過程中呢 瑪麗皇后不小心踩到了跟在她身後的筷子手 她立刻不加思索地說了一句法語的道歉 真對不起 我不是有意的 也因為這個小小的插曲呢 讓後世牢牢記住了她 最後的問題是 你覺得瑪麗皇后壞嗎? 這集就聊到這裡囉 我是瑪拉 下集見 掰 你覺得燃燭嗎? 我 Nuclear褶花 你 believer 轉便 先到衝進去 是嗎? ator